姜濤的中國新聞報道 有很多人都看了今天很多訪問 昨晚Viu出了一個訪問 有關姜濤和李嘉文的訪問 都很值得大家看 還有當中有很多過癮的東西 一會兒可以慢慢說 當然今天中午連續AM730 就出了三段訪問 因為那裏內容比較多和複雜 所以我之後再慢慢跟大家分析 所以今集這次內容 就跟大家說說姜濤初入行被騙的經歷 說少少這一段的分享 如果你還未看這段訪問 我非常鼓勵大家姜濤看看這段訪問 如果看了的 又聽一下孤單仔 怎麼看這段訪問 究竟帶出來有什麼啟示給大家聽 記住 開始這段片之前 記得點擊讚好這段片 還有留言 一個深深一個笑容 最緊要呢 超級感謝 一元幾號 快點課金給高登仔 給高登仔 給高登仔 給好一點的數據 去痛擊這個Haters 對於本頻道的攻擊 因為本頻道 上次出段片 被人BANG了八次都上不了 你說何其惡啊 現在的Haters 不過不要緊 高登仔都越戰越勇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鼎力支持 開始這段片了 隨著這個我的天堂城市就快上了 我們都快上了 下個星期就看到了 非常之多的粉絲 現在無論是包團也好 包團也好 大家去買門票也好 大家做一些分析數據也好 大家都圍著這個我的天堂城市來 當中就有很多 高登仔都做了一段劇透 去完台灣 看完我的天堂城市的薑塘 我的聽眾朋友 就說一些內容給高登仔聽 整理了一些文字 雖然高登仔未看 但也幫你們整理了一些 叫做觀後感 但如果你還沒看這部電影的薑塘 就其實不要看我那段 在後備的影片做一個 叫做觀後感 因為裡面實在太多劇透了 如果有些日你們看了 我的天堂城市 那才再去那裡看 是我的後備頻道 如果大家有興趣就去看 沒有興趣就不看也行 ok 那當然這個其實 繼昨天我都說了 這個我的天堂城市高得超 那個訪問就會在下個禮拜 爆谷一周 那當然我這樣的宣傳 一浪接一浪 大家都猜到的 喂 說真一句 如果姜濤這套我的天堂城市 都衰賣的話 麥克尼的香港電影夢 可以說會粉碎 是吧 因為近來呢 根本上就出師不利 是吧 自這個AK的忽然戀愛 是吧 到後來 ERROR的《一目睜訊》 跟著 Anson Lo的《陽魂》 跟著 甚至是說 早前的《樂敏》那一套 叫什麼呢 《樂敏》那一套 叫什麼呢 《奪命》 不是 我忘記了那一套 不知道認命還是奪命 那這樣就 跟著呢 到近來的7月反規呢 都是強殺人意 有很多 有很多 網上電影的 KOL的票房分析 已經說了給大家聽 我這裡不再逐一分析了 因為已經有人分析過那些票房 也不是高登仔 分析票房的 撒家的工作 那麽 那麽 麥克爾的電影夢呢 你早在 一年之前 已經說了 其實麥克爾打算 用回 鏡仔 MIRROR12字 開桌一個電影品牌 找他們出去拍戲 賺錢 但是似乎 這個 這樣的 如意算盤呢 就好像打不響 那現在呢 夾戒了手上 以我所知 就還有一些MIRROR成員 就拍了一些戲 但是當然 就 未一個正式的宣傳公佈 但是你手頭上 現在最 最厲害的籌碼呢 就肯定是姜濤 肯定是姜濤和我的天堂城市 這個呢 可以堪稱我自己高登仔 看一些數據 或者說 如果姜濤和我的天堂城市呢 都搞不定 都KO了的話 就是票房失利的話呢 我相信 MIRROR這個電影夢呢 可以暫告一段落的了 是不是 乃至到後來 你說就算有一套什麼 十二怪盜也好 盜穴者也好 那些都不方會好 老實說 是不是 即我不是故意玩阿雲 OK 那 所以 這個東西就 要很審神處理 我想MIRROR 都 有聽高登仔這個節目呢 都明白那個事件的嚴重性 就算你不聽我節目都應該要明白 如果不明白呢 即是要打螺螂了 老實說 你們做得MIRROR的策略 或者PR路 連連這麼基本 這麼基本的東西 都不能夠分析到 或者預視到危機 即是打螺螂都搞不定 要打螺螂了 好啦 所以呢 他們都取盡力了 無論你最近在 姜濤Group 是的 我說姜濤Group 其實姜濤Group 我自己覺得已經滲入了 一些PR佬的宣傳攻勢 其實裏面有些人應該是 Marketview的人 他們定期會發放一些 似是而非的訊息出來 大家宣傳這段影片 加上網絡面 都有很多吹 很多吹捧《我的天堂城市》這部電影 姜濤親自飛去台灣 宣傳《我的天堂城市》的首映舟 等等 這些宣傳 都希望做到一個力玩狂爛 希望《我的天堂城市》 打一個強心針 現在其實 Marketview這個電影夢 就好像一個碎碎老耳病危的病人 那樣 即是已經 那些手腳已經 一折折已經是廢了 現在剩下姜濤最後這支 最後這個王牌 是吧 如果這個強心針都搞不定 我相信這次都很快玩完 所以這次他們都不敢開玩了 繼谷德超下個星期 會推出這個爆谷一周 去宣傳《我的天堂城市》之後 ViuTV還自己特意訪問了姜濤和李家文 即是做《我的天堂城市》 播映之前的一些導讀訪問 有很多人問 為什麼請不到這麼多人回來一起做訪問 老實說 如果要《我的天堂城市》其他的台灣演員 或者導演來到香港 都不會這麼早 你照個正式慣例 10月才開播 開手影 那些演員最多就是早兩三天前來 那時候應該都會有大量的訪問看 但是我想這次《Markupville》都要折一折 他都不手軟 他都害怕 我想他自己內心都害怕 就是在說 如果再不宣傳 真的搞不定 所以就找了姜濤和李家文 因為姜濤和李家文 自己本身是香港人 在香港也有地方居住 所以找他們兩個訪問 是非常之適合的 所以在這個訪問之中 其實我想帶了幾樣東西出來 因為《我的天堂城市》是講 一個夢想的東西 所以其中一部分我都非常欣賞 他講姜濤和李家文之間 三個夢想 我之後就會集中講姜濤 我不講李家文我拍了 他就說第一 他就問了一條問題 就問姜濤 問了姜濤 他說夢想的天堂城市是什麼 他說第一個夢想天堂的城市 就要有火鍋打 這樣眾所周知 姜濤最喜歡吃火鍋的了 他也有解釋 他說 有很多人知道他喜歡吃漢堡包 但是他說 以前小時候喜歡吃漢堡包 但是大大下 他就會發覺 原來他也是喜歡吃火鍋 所以他覺得 如果他要有《我的天堂城市》 他覺得那個城市是《我的天堂城市》的話 就一定要有這個火鍋存在 然後他第二個就說 他說 我夢想的天堂城市 就是可以表演音樂的地方 那這件事就 當然了 對不對 說一句 姜濤 以《全民造星I》的冠軍來講 一個音樂對於他來說是非常之重要 從小到大 特別 從小時候是一個演藝夢 到喜歡了小豬 然後就去參加《快樂男星》 去到《全民造星》 然後贏了冠軍之後 就一直在這條演藝道路繼續下去 所以對於他來說 如果他是一個城市裡面 是要有一個音樂的城市 才是屬於天堂 然後第三點 就說 這個如果他夢想的天堂城市 是需要有得打籃球的 這件事就更加不用解釋了 對不對 基本上吃東西 唱歌 打籃球 就是姜濤的一個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一點 而且就算他現在也是 就算他現在去到香港最受歡迎的藍藝人 是吧 他有時候 免得阻礙別人球場關燈 他才去打籃球 可想而知 籃球 對於他的生命來說 是多麼重要 所以這件事就是其中一個訪問 我都很深 就說 基本上這三件事就是他的所有生命 食野表演和打籃球 當然 有一個主持後來就問他 小豬你不要打這麼多火鍋 不要打這麼多鞭爐 姜濤說 我也知道 所以在演唱會之後 他只打了一次鞭爐 所以他都很乖 然後他就說 為什麼會找到他拍這個電影 他相信他第一跳舞很厲害 第二講國語是好 而且覺得他本身這個性格上 是跟他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他也帶出一個問題 他就在說 對於他來講 一個新人來講 他不是說真的 學過很多演戲的方法 但跳舞對於他來講 是一個很熟練的技巧 這個挑戰 所以他經常都會 在後來都說 他說 這個 在拍我的天堂城市 甚至是之前 剛剛有了第二個 那時候 是 說 要做回自己 他覺得是一個 不錯的起步 因為他覺得 在於他們這些 這麼演技 不是說很精烈 精準的人來講 他們說 如果 找一些角色 可以比較貼近他自己 那時候 會 是比較困難一點 所以 他覺得某程度上 剛剛有了第二個也好 或者是 我的天堂城市也好 某程度上 都做回 幾大部分自己的事情出來 甚至是 因為他當中 要牽涉 大量的對白 雖然導演 已經遷就他 基本上 每一句 他都會 用一些很鏡頭 去講 那些對白之外 其實他都 他都不記得 有沒有請教李嘉敏 我覺得也有的 因為李嘉敏 是早他 一段日子 在紐約生活了一段 所以 他後來 就算拍完這套劇 姜濤說 他的英文 都是有進步的 無論在表達形式上 特別是說 他那裏要切很多牛扒 譬如一些 生熟程度的表達 他都要學會 所以他覺得 他講了英文是多了的 所以 他覺得 在這部戲的 一些挑戰 都是這樣 當然 他後來 就講 那個 也有講過 那一段 接聞那段戲 他覺得 真的很專業 有很多 一些專業人士 教他們接聞 他們覺得 都是一踢過 搞定了 他們都覺得 不是太過尷尬的 都OK feel free 當然 他後來 也有講到 他 一個類似的表現 就是說 原來他當初 在他未成名之前 他可能跟同學 旺角的時候 曾經見過一個 一個廣告仔 然後就說 想認證做model 結果 姜濤真的有去那間 他都說 所謂的公司仔 認證 亦都上過去 然後那間公司 就說他很適合 但就要參加 就要付錢 去參加一些 叫做model 訓練的事情 這樣 牽涉 不知給八千幾元 這樣 當然姜濤就 險墮 第一 他根本都沒有錢 給 所以也沒有參加 那些課程 第二 他都跟同學商量 就說 這些公司 有什麼理由 工作都沒有 然後就收你一筆費用 當然 姜濤都說得 很 很 很 圓滑的 說真的一句 對不對 他都沒有說 那些公司一定是騙他 但是他就覺得 應該 不需要 如果你真的做一些model公司 他會provide一些訓練機會 給你 以及接作 就不是說這些 要預先付錢去訓練 這樣 我想這件事 姜濤都很聰明 這樣 那 都要說回 姜濤後來都說 他在這個折蜜器裏面 其實姜濤和李嘉敏都是第一次 所以 他覺得都很順利 都是一次成功 都是ok的 這樣 跟著他都有說 即是他在美國拍攝的期間 他都說 認識了不同的表演 表演的街頭藝人 對於他們的理念 狀態 其實對於他來講 都是很想學的優點 而且他想學得很放鬆 畢竟他覺得 在紐約那時候 什麼人都不認識 他就覺得可以很隨意去表達 他想做的事 甚至在戲裏面 也都沒有化妝 甚至是覺得 平時在劇組以外 他就這樣出街 在紐約 踢對拖鞋 踢對拖鞋 出去就可以了 所以他就覺得很放鬆 所以他覺得拍這部戲 其實在於他來講 壓力不是太大的 在於他來講 是可以 第一 在戲中又不用太多的化妝 他說 要不就不同舞台 舞台 你就要注重那些化妝的髮型 但是他在這個 在這個戲裏面 他就反而可以專注自己的表達模式 是不是 在街上 在街上 在紐約 都沒有人理 所以他就自己覺得 這次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很好的機會 讓他去發揮 所以他都覺得 就是這樣 還有他也講到 如果日後有機會拍 如果是要拍一些 他自己的 相對熟的角色的話 那也是會比較容易一些 當然他也不排除 有機會可以試一下其他的角色 他自己都非常樂意去試一下 這些挑戰 所以我想這個訪問都非常之好 雖然是ViuTV的 但是我自己覺得 他在跟李家文做訪問 都合到好處 比如說無論是戲裡戲外的 一些感想 感覺 我想都很正正的 給姜濤一個發揮 所以其實做完這個訪問之後 高登仔就更加 更加有一個期望 有興趣 可以看到我的天堂城市 這樣 所以我想 在於 麥克威爾近排 那個 公勢宣傳的伶俐 可想而知 今次 麥克威爾都很重視這套戲 特別是說 就算 花姐 在可樂 Summer Party 都 劈身 去照顧姜濤 所以最近 姜濤可以說 就是 麥克威爾一個 寧丹妙樣 究竟可不可以 起死回生呢 都是靠這套 好嗎 下一節 我們都會繼續說回 咦 姜濤的可可樂 Summer Party 的一些 日事 有些東西可以爆給大家聽 好嗎 好 今次姜濤的中文新聞報道 就是這樣 好 下一節我們回來繼續